在飞机上用餐除了能选主餐 还有航空公司推出卡通人物或猫熊特色料理 让不少旅客超期待 但艺人黄灯会的老婆琪琪 却贴出飞机餐照片 po文批评航空公司 仔细看看餐点内容 餐盘上有水 米果饼干 沙拉面包 茶和苹果汁 但琪琪质疑晚餐只吃面包 空服员也没主动给果汁 但长荣回应 登机不是晚餐时间 琪琪认为长荣机票比别人贵 还没有给正餐 觉得很气 跟着艺人朋友何玉文 珍丽等人到澳门旅游 旅途中开心合照 但不少人也都对飞机餐不满意 于后然说自己吃得更烂 午餐只有千层酥 珍丽说自己干脆不吃 不过其他旅客也都只有饼干加面包 对此长荣航空回应 去年年中就已经把港澳县的餐点改为冷食 她的人数过多的情况之下 当你发餐一直到你降落要收餐盘 其实根本来不及收拾那些东西 应该是由飞案来考量比较多了 飞港澳航程不到两个小时 国泰港龙和长荣因为旅客量大 都已经不提供热食 目前只剩澳门航空还有提供热食 但艺人一篇po文引发网友热议 起其事后发文道歉 说自己不懂才会提问 并没有要为难空服员 未来搭短程航班会先填饱肚子 这两个时间后就来台湾报道 在这两个时间之后就来台湾报道 我们下转了